嗨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開心網友蕭敬騰 我現在在總臺2022網絡春晚 開心聊天室 好的 我現在呢 就是要抽取昨天 今天跟明天三個問題 那我就依次來回答 從昨天就昨天 如果有一扇任意門 分享你最想回到的瞬間 我想回到那個 我阿嬤還在的那個時候 對不對 那時候是我大概初中吧 然後我非常叛逆的時期 那時候也還沒入行 也還沒學音樂 對 所以那個奶奶呢 就也不知道我有這麼一天 所以很希望可以回去 跟她分享現在的我 對 也很想念她 然後今天 今天交到的新網友是 今天交到的新網友呢 就是最近呢 上了一個新的節目 然後裡面有很多的 哥哥姐姐 弟弟妹妹們 那剛好也來這一次的 網絡春晚 明天 新年最想學什麼技能 想學習一個技能 叫做放過自己 我覺得人就是這樣 就是很固執 然後那個固執 其實會把自己框住 對 或者是自己給自己的標準 很高 然後你也會 你可能會用這個標準 去衡量所有的事情 去衡量所有的事情 我感覺 這樣子啊 不太好 對 所以我希望新的一年呢 就是學會 這個 放過自己吧 想連夜記得看總台2022網絡春晚在1月25號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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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